在影片開始之前 歡迎掃畫面中間的QR Code 加入波拉西亞戰記資訊交流群 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攻略心得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點讚、訂閱 給我們小小鼓勵喔 前兩部影片介紹了許多遊戲知識跟便利技巧 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說一些關於團隊遊玩的內容 老規矩 記得點讚、訂閱加分享 旅團部隊 這遊戲中後期玩家常駐的功能 可以創建最多100名成員加入的聯合隊伍 打架吃王聯盟日常必備 可以讓大家快速集結在同一個位置上 相當好用 旅團成員狀態 綠色燈號表示在線掛機 黃色燈號表示支援系統離線掛機 追隨者怎麼分配 追隨者一個人可以配置三名 我個人的建議是兩個採集 一個去支援旅團的研究 封印站 地圖上綠色骷髏頭就是封印站的位置 點選視窗右下角的遠征參戰 消耗旅團以太鄉就可以開封印站 接著點選隊伍上方的遠征出發 就會直接飛到旅團營地 這時候營地門口會出現以太鄉子 點選之後就可以開始遠征封印站囉 開啟後圖屯獸就會登場 隊長靠近圖屯獸他就會開始前進 可以直接點選隊伍上方的前往 到封印定之後會出現幻靈萌芽 安置好圖屯獸的位置 就開始熱血對抗怪物巢囉 這時候要保護好圖屯獸 因為只要他死了任務就失敗了 擊倒最後的幻靈boss就過關囉 這邊要注意一下 封印站跟黑劍一樣是開放區域 所以其他玩家都可以看到 但如果不是遠征成員 不要輕易闖入 因為封印站周邊會有一個死亡領域 傳入者會大量損血直到死亡 如果你還有任何遊戲上的心得或疑問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加入我的波拉西亞戰技 資訊交流群一起討論喔